来关心天气 这个礼拜天气迎向大鼠温度可能会越来越高 甚至可能会出现泪热浪 受到太平洋高腰的影响 加上华中华南地区暖空气冬移 从明天开始一直到26号这段期间 全台温度再飙升 接近世界气象组织的热浪定义 尤其周末23号是节气当中的大鼠 局部地区更可能出现极端高温 最近天气热热热 出个门都像洗三温暖 20号气象局还对双北等12县市 发布了高温警示 局部地区会出现36度以上高温 但接下来几天还会更热 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 台湾高温晴朗 21号起在大陆的华州华南暖空气冬移 双重夹击之下让台湾温度再飙高 甚至有泪热浪出现 礼拜五之后联系三天 这种高温的条件相当的明显 台湾的温度已经是比我们的高温 略高个两三度左右 甚至会有出现局部极端的高温 我们未来这一周整体的气温都是偏高的 而且持续时间算有点长 不过还没有到真正热浪的等级 根据世界西向组织的热浪定义 不止高温要比气候平均高出5度 还得连续5天 台湾一连好几天高温状况 已接近热浪等级 尤其到周末大暑节气 局部地区还有机会挑战当地的最高温记录 比较暖空气移入的状况 在加上太平洋高压沉降 太阳浮射加热的状况之下 周五周六周日这三天 气温有可能来到36度以上 甚至北部地区可能有局部37度 甚至也有可能出现38度高温的几率 虽说台湾天气未达热浪等级 但热伤害的威胁依旧不能轻忽 接种报道